在為黎巴嫩情報首腦舉行公開撞禮之前 黎巴嫩安全部隊在貝魯特市中心加強安全警戒 這名情報首腦 星期五是一次威力巨大的汽車炸彈的爆炸當中喪生 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敦促人民 星期日走出家門參加哈桑的撞禮 哈桑是黎巴嫩警方情報機構的負責人 星期五和他一起在汽車爆炸當中喪生的 還有另外七個人 在爆炸發生後黎巴嫩局勢緊張